曾俊華不愧是一個武功了得的人 中國功夫 陳麗珊說不單止 江又可以跳舞又可以跳公舞又可以跳騎馬舞又可以跳斯大舞 面對這個逆境面對這個突如其路的攻勢面對這些困難他都很沉著地應付 傳出說老董在內部裏面就說 曾俊華當選點名的 曾俊華即使是當選中央都有機會任命的所以會出現這個尷尬的局面 他就鼓勵林鄭出來選 如果老董真的說過這種說話 其實他有機會觸犯了 選舉舞弊 非法行為條例 用在關鍵的情況下 促使有人當選或者不當選 如果真的聽到這些人 當然不會說他內部說 其實是可以告他 記者可以做一件事 真的問他 有沒有說過這些 還有 你有什麼根據 他會說 胡蘇貞 是 當選了也好 將是不會任命 胡蘇貞的回應 我覺得 相當有意思 他的說法就是 這輪會有很多這些消息 意思是言下之意 我預料了 很多這些消息 這些抹黑的消息 其實 我相信會陸續有例 甚至不只是說 中央不會任命 說得那麼 鬆 那麼沒有內容 可能每分鐘黑材料就會出來 可能 離不開他在美國 讀書 工作 是不是跟 美國 情治機關係有關係呢 又離不開 他跟肥鵬 做這個私人秘書 跟 曾蔭權做這個特首辦主任 會不會跟他有什麼黑材料爆出來 離不開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麼 離不開這些東西 老老實實 究竟殺傷力有多大 這個 我是 相當懷疑 如果我剛才分析過 林鄭拿400 提名票 他 如果拿到盡 又或者他 留點手 我當他有500 也未能 正式當選 那800 選委裡面有300 甚至多過300 是觀望的態度 看看中央怎麼想 當時的風氣是怎樣的 或者是不相信林鄭 或者更加可能是 不相信689 又或者覺得 林鄭當選 他們沒有運行的那種鬥爭 的政治會令到香港 雙上加雙 比689的情況 還要差勁 在這個情況下 他可能 真的有機會 在 投暗票的時候 轉去增進華 田北俊 又預告了 可能他收了一些資料 他說 屆時會有 50到100 50到100票 會轉軚 去支持增進華 什麼是50到100票 建制票 究竟來自林鄭 400到500的提名票 還是剩下 300沒有提名任何人的票 沒有提名 效應是李嘉誠開始的 不提名任何人 投票就一定去投 以免得罪 任何一個候選人 現在開始有其他的 大MASA都響應了 這個 情況蔓延下去的話 是會令到林鄭的提名 失色很多 如果有 300票 在建制裏 而有300多票 在泛民 穩守住 曾俊華入閘 300多加300已經超過601 你說 這樣的情況下 林鄭會不會很害怕 真的會很害怕 所以 為何 張德江 張曉明在深圳見完 這班選委 下來張曉明又要再見 而 老武董又要發功 為何 成報又要被恐嚇 目的就是叫他閉嘴 不要影響大局 為何會這樣 是說明 中聯辦或港澳系統 在香港的動員能力 不足 現在形勢很微妙 大家要問這個問題 無論你說什麼都好 這是政治局一致的決定 只是支持林鄭一個人 並不代表陰點等等這些廢話 其實大家都會看著 因為上次的教訓實在太深刻 未到最後關頭 他們不會輕易 押住 因為押住 是 令到 他們無論是形象或是 很被動 一路下去 如果 在香港 你真的要繼續做生意的話 跟這些 政治掌權的人的關係 如果搞和了的話 就會 很難經營下去 所以到今天他仍然是官網 是 聰明了 所以 我覺得 泛民民主三百家 就需要 性性定定 現在 胡蘇貞 未夠票入閘 不過 他 經過這兩天之後 他能夠拿到150票以上 或以上的機會大了 如果安安全地 送到他入閘的話 民主三百家 就任重而道遠 不要 還說廢話 曾俊華當選是香港最大的危險 連下之意 林鄭當選 你覺得不危險嗎 又不要說笑話和廢話 我們寧願支持胡官 不支持曾俊華 沒有問題 你支持胡官沒有問題 你確定胡官當選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你投了一個票 最後可能是射到大海 胡官又不當選 最後縮成林鄭當選 你就會成為一個千古的歷史罪人 是不是 不單止你千古 香港也可能會千古 所以入閘之後 其實進行漲線才慢慢開始 分化、統戰、威逼利友 可能在那時候才會出來 抹黑等等 所以 泛民 在這個問題上 麻煩 需要看著大局 你的一票 是很重要 因為你的一票 影響你 和我的 福祉 所以 不單止說你的Dude Guy讓我們休息 民主三百家 你的一票也能夠讓我們休息 是一個很重要的 機會 所以 千古不要亂來 我在這裡 再次發出警告 吱咱雅 我 我 能夠